史上如此卑微的logo玩家 别人都是众人瞩目的焦点 而他却在一出场 就遭到了队友的调侃 随着车队里logo的出现 小星也是立马调侃 自己的位置将会不保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小星随即便让小秋账好 看是否有人围观 可一开始并未有人围观 小星立马乐了 并说他的logo是假的 可话还没说完 便有三两个人围着小秋抱锤 见真的有人去围观 小星不得不把矛头转向东子 随着师徒四人的喧道声 便开始了本场的游戏 可由于小星跳伞慢了 落地没有枪 只能丢出身上的物资球 却不料与战神东的丢在了一起 手速较快的小星 顺手也将战神东的物资一同捡起 惹得战神东跟在后面好一顿样 可东西落到老坚聚滑的师父手里 又岂能这么容易吐出来 于是师徒四人便从主楼开始 向四面展开攻击 小星在击倒脚下一名敌人后 便迅速地跳了下来 却意外发现 一名敌人光明正大的拉着队 在小星的一声招呼下 三个徒弟也是立马冲到了里面 很快就将二层的敌人也解决了 建议安全的师父 立马霸气地进去舔装备 并口头嘉奖徒弟是最棒的 而就在师父躲在楼梯口打药之时 又听到一楼的脚步 随即便又告诉了徒弟 当小星看到徒弟们已经上下围攻了过来 立马便勇武地从后面偷袭 与徒弟一起暴打敌人 并且在尽兴时竟跳起来打敌人 可就在小星冲出烟雾之时 却发现战神东被敌人打得趴在了地上 还好小星及时赶到 在击杀敌人的同时 便让他们俩去拉冬子 哪只俩人却没有一个愿意拉的 只得小星去拉 没有人拉你的小冲 被救起来的战神东 立马表现出 对叶子和小秋的失望 引得师父一顿窃笑 在将太阳基地打到尾声之时 由于小秋发现敌人来了主楼 四人在把主楼搜个底朝天 也没有发现敌人的影子 小星随即便惩罚他 看守太阳基地 自己带着叶子与小冲去打地球 可就在三人准备离开时 敌人竟打了过来 这次小秋总算是看清敌人在哪了 我看到了星哥 在那边 对面 我说你看到了 这让小星顿势无语 人都快被打死了 你看到了 四局看到了 我都看不到 可当战神东 在将最后一名敌人击杀后 屏幕上显示出了 最强小队的标语 还好有小秋的提醒 要不小心肯定不知道 大家对这位带有logo的邱老板 有何看法呢 是不是感觉这小子真是个极品 再来看小星对徒弟是如何评价的 随后 小星又交代小秋开完太阳后 拿个好的飞机走 小秋你记得拿个好多飞机过来 你别他妈到时候又拿了一个 报废的飞机跑过来找我 而废话代言人小秋 此时立马便信誓旦旦的 向小星保证 可当小星一听到俯卧撑 又来气了 并且还告诉观众 这一拖就是十天半个月 就连上个星期欠下的五十个俯卧撑 直到现在还是一拖再拖 再来到恩港之时 叶子竟突然发现自己是淘汰王 而立马又遭到小秋的调侃 说要将他卖了 可叶子却霸气的说道 就连师父小心也未必有这能 而此时小星迅速地打断了叶子 自己怎么可能卖他 有点点话说的不对 我怎么会卖你呢 在对叶子说完后 小星随即便逼卖了 叶子还是太年轻了 作为师父的小星 便决定给叶子上一课 他是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险恶 我今天得给他上一课 那么就让我们看看 小星能否给叶子好好上一课 当四人在将敌人杀到最后一队时 终于是在一处大仓将敌人找到了 可没想到的是 对方竟然是粉丝 当小星看到小秋开车 也来到大仓之后 便决定让粉丝先把带logo的小秋击杀了 你们把小秋打了 把小秋打了 把这个小秋打了 把这个他有logo 把他打了先 然而小秋这小子 实乃一个莽夫 一顶节目效果都没有 夸夸就把人给干了 当听到小姐姐这么无助的求饶时 小秋立马又变成好人了 请求师父放过他们 听到此话 小星直接就炸毛了 小秋打倒的粉丝 竟把师父搞成坏人 你他妈打倒人的 你弄他们救吧 你跟我说呢 人他妈是你打的 可由于独圈的刷新 粉丝只进来了两名 因为他们是粉丝 所以小星便决定 让小秋与两个粉丝对战 粉丝拿锅 小秋赤手通拳 你们那个拿锅 拿锅拍小秋 小秋拿拳头 你们俩拿锅拍小秋 报仇 拍这个紫色裤子 和粉丝小姐姐 却一时找不到 紫色裤子的小秋 还好在小星的帮助下 总算是找到了 去拍了紫色裤子 就他补你队友那个 哎呦我操 紫色裤子 哎呦我操 完了 很快手无寸铁的小秋 就被粉丝打倒在地 见此小星 也是给粉丝一次 击杀logo的机会 击杀logo哥们 给他补了 哥们快给他补了 有logo 我操 我操 紧接着 小冬与叶子 也相继被敌人击杀 只剩下了小星 与粉丝对战了 来了 然而 小星在与敌人的交手中 立马便发现了不对劲 这名粉丝小姐姐 是个高手 这个他故意的 那小姐会玩 会玩 他真的会玩 他们就他在国外的对方 果然小姐姐与队友 紧跟其后的 追着小星打 然而小星 却在逃跑的途中 竟还想着秀他们 结果被自己丢出的 闪光弹闪到 怎么在烟雾蛋里面 给我打倒了 自救起来的小星 随即便改变了战术 借着弹射炮 与粉丝打起了游击 两拳怎么说 果然小星用此战术 牵制住了粉丝 在粉丝追上来之时 小星立马一个回来 谁又是吧